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秘语节目 今天我们将揭开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件 这是一位法国女子吉塞尔·佩利科的悲惨故事 她在法庭上首次公开指控她的丈夫多米尼克·佩利科 招募多达50名陌生人对她施暴 这段可怕的经历在她的婚姻中持续了近10年 吉塞尔被下药 失去了对自己遭遇的控制 在法庭上 吉塞尔情绪激动地分享了她的故事 揭露了那些野蛮的强暴场景 并表示这一切都是在她的家中发生的 她的勇气让人动容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证词 唤起社会对化学性侵犯的关注 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战斗 更是为所有遭受类似罪行的女性发生 而在美国密歇根州 一场婚礼本该是喜庆的日子 却因伴郎被新郎撞死而变成悲剧 新郎和他的妻子如今面临谋杀指控 这起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提醒我们在生活中冲动行为的可怕后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的法庭上 一位名叫吉塞尔 佩利科的71岁女子 首次公开讲述了她的悲惨经历 在她的描述中 丈夫多米尼克 佩利科惊人地暴行浮出水面 她曾经招募数十名陌生人 对她进行强奸 而她在此期间被下药 吉塞尔在法庭上情绪激动地表示 警方的调查拯救了她的生命 因为他们揭露了这些可怕的罪行 吉塞尔回忆起自己多年的健康问题 曾经怀疑自己可能得了阿兹海默症 因为她经常出现奇怪的记忆缺失 2020年11月 她被邀请与调查人员会面 当她看到丈夫十年来精心策划 和拍摄的性虐待影像时 她的世界瞬间崩溃 她在法庭上说 对我来说 一切都在崩溃 我这50年来所建立的一切 在她的证词中 吉塞尔提到她曾经把丈夫描述为超级好人 而此时 她的女儿和两个儿子 在旁静静地聆听 她回忆起那些野蛮的照片 画面中她无法动弹地躺在床上 被强暴的情景让她感到无比恐惧 她告诉法官们 坦白说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个恐怖的场景 他们把我当作一个不娃娃 吉塞尔勇敢地表示 她直到今年5月才鼓起勇气观看那些录像 她强调 没有任何一位施暴者向警方报案 甚至一通匿名电话都可能拯救她的生命 面对辩护律师的质疑 吉塞尔坚决否认她和丈夫之间有过开放式的关系 并强调她从未参与过任何形式的性行为 她重申自己从未供谋或假装睡着 并要求公开审判 以便让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 她希望通过这次案件 引起人们对所谓的化学性侵犯 或故意下药的危险性关注 吉塞尔说 我在为每一位被下药而不知情的女性发声 我正在重新掌控我的生活 谴责化学性侵犯 许多女性没有证据 而我却有我所经历的证据 她还对被告们说 至少在你们的生活中负责任一次 她感到厌恶 并表示我失去了10年的生命 她的内心如同一片废墟 吉塞尔目前正在与丈夫进行离婚 而多米尼克已经承认了对她的指控 这起案件的曝光 源于多米尼克在超市拍摄女性群体的事件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了 她在硬碟中以虐待命名的资料夹 里面详细记录了她的行为 这使得警方追查到了50名嫌疑人 调查人员统计出约有200起强奸事件 其中大部分是由她的丈夫所谓 还有90多起是由陌生人所犯 吉塞尔表示 她只认出了一名施暴者 那是一位曾经来家里 与她丈夫讨论自行车的男子 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在 2011年7月至2020年10月之间 主要在他们位于普罗旺斯的 马赞村的家中 51名被告中 大多数如果被定罪 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18名被告目前被拘留 包括多米尼克、佩利科 而其余32名被告 则以自由身参加审判 最后一名嫌疑人仍在逃 正在缺席审判 听证会预计将持续4个月 直到12月20日 在法国 一位72岁的女子吉塞尔 佩利科在法庭上首次作证 控诉她的前夫多米尼克 佩利科及50多名男子 对她的虐待 这场审判揭露了 她所经历的可怕事件 让人不禁感到心痛与震惊 吉塞尔声称 她在多米尼克的操控下 被下药病遭到强暴 这一切都是在她的家中发生的 甚至持续了近10年之久 多米尼克在2011年至2020年间 据说招募了至少72名男子 来袭击她的妻子 这些男子中 警方在审判前 追查到了50名嫌疑人 2020年9月 多米尼克因在超市偷拍女性私处 而被警方注意 随后 警方在她的个人设备中 发现了数千张照片和视频 显示了对吉塞尔的严重侵犯 吉塞尔在法庭上情绪激动地表示 这是无法忍受的 我有太多话要说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吉塞尔和多米尼克结婚50年 直到2020年 警方揭露了她所遭受的虐待 他们有三个孩子 吉塞尔在法庭上回忆道 对我来说 一切都崩溃了 这些都是野蛮的场景 都是强暴 她的律师指出 吉塞尔在这段时间内 被重度下药 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家中遭受的强暴行为 她放弃了闭门审理的法律权利 希望她的公开证词 能够帮助其他遭受 类似性犯罪的幸存者 在法庭上 一位独理学家作证称 吉塞尔被施以一种鸡尾酒的药物 这些药物包括 Penester Zopidum 催眠药和抗焦虑药 这些药物都可能导致失去意识 吉塞尔承认 在这些虐待发生的年份里 他的记忆中有许多空白 多米尼克告诉警方 他对这些强暴者有一些加规 包括不使用香水和彻底洗手 此外 这些男子在进入他们的卧室 之前必须脱掉医物 根据一位医学专家的说法 吉塞尔在近十年的虐待中 感染了不少于四重性传播感染 多米尼克强迫这些强暴者 不使用安全套 其中一名甚至被指控为HIV阳性 在法国 除某些情况外 HIV传播并不构成犯罪 吉塞尔在法庭上悲痛地表示 我在罪恶的祭坛上被牺牲了 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破布娃娃 像垃圾弹一样对待 几名被告年龄在22至70岁之间 他们辩称是受到多米尼克的操控 才参与了这一虐待行为 有些人甚至需要在附近等候 长达90分钟 直到吉塞尔失去意识 吉塞尔在法庭上强调 这些人进入我的家 遵守了规定 他们并不是用枪指着我的头来强暴我 而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的 为什么他们不去警察局 即使是一通命名电话 也能拯救我的生命 这场审判于周一开始 预计将持续四个月 如果被判有罪 每名被告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吉塞尔坚定地表示 我们必须战斗到底 这起案件不仅揭示了个人悲剧 也引发了社会对性暴力 和家庭暴力的深刻反思 远赴美国密歇根州 我们看到了一场极为不同的悲剧 但同样令人无法释怀 在弗林特市 一场原本应该充满喜悦和祝福的婚礼 却因一起悲剧而蒙上阴影 22岁的新郎詹姆斯 希拉和他的21岁新娘 因伴郎泰瑞 泰勒在婚礼当天 被一辆SUV撞死而被控 这起事件发生在8月30日 当时新郎正驾驶着SUV 伴郎却不幸成为了事故的受害者 根据警方的调查 婚礼结束后 伴郎泰瑞与其他人发生了争执 这场争执最终导致他 被一辆以高速行驶的SUV 故意撞上 这样的情况让人不禁感到心痛 原本应该是庆祝爱情的日子 却因为一时的冲动和争执 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詹姆斯 希拉被控以二级谋杀罪 而他的妻子则被控为同谋 根据基尼西县公共辩护人办公室的消息 詹姆斯的案件尚未指派律师 这让人感到不安 希拉目前被拘留 无法保释 而他的妻子则在周三交纳了保释金 获得了释放 这起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人对于这对新婚夫妇的行为感到震惊 婚礼本应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却因为一场争执和随之而来的暴力行为 让一个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 泰瑞 泰勒的家人无疑是这场悲剧的最大受害者 他们失去了亲爱的儿子 这种痛苦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在社交媒体上 许多人对这起事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 这样的悲剧是因为年轻人缺乏成熟的处理冲突的能力 而另一些人则呼吁 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心理健康和冲突解决的教育 无论如何 这起事件都提醒着我们 生活中有时候一瞬间的冲动 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婚礼的悲剧 更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和一个社区的震惊 每个人都应该反思 如何在生活中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或许 学会如何冷静地处理冲突 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吉塞尔·佩利科的案件 这是一起令人法指的化学性侵犯事件 首先 我们要对这位勇敢的女子表示敬意 她在法庭上揭露了多年的痛苦经历 这不仅是对她自身权利的维护 更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一种激励 她的丈夫多米尼克·佩利科 竟然策划并实施了如此野蛮的行为 这简直就是人性中的恶魔啊 楚天书 你这样说有点过火了吧 不可否认 多米尼克的行为确实恶劣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和社会背景 是否可能这些人也是受害者 被多米尼克操控 威胁或者诱惑 我们不能单纯地将所有责任推给多米尼克一人 要看清事情的复杂性 你知道吗 在历史上 很多类似的虐待行为都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比如二战期间的纳赛集中营 很多看似凶手的士兵其实也是受害者 谢奇奇 你这样的论调有点像在给这些禽兽开脱啊 多米尼克是主谋这一点无可否认 但参与的那些人呢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 你说这些人是受害者 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报警 或者匿名举报 这些人难道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吗 当年霍布斯说过 人性本恶 这些人的行为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在恶行面前选择了沉默或参与 这就是共犯 哎 楚天书 你这样简单粗暴的结论 真的让人感到无奈 你知道吗 人类心理学研究显示 人在极端压力和操控下 是非常容易屈服的 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 服从实验就表明 大多数人在权威面前 很难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 当一个人被放在一个极端的情境下 他的行为可能会与平常大相径庭 这些参与者可能面对着各种压力和操控 不能简单地将他们一杆子打死 谢琪琪 你这样说似乎是在为恶行找借口 无论如何 这些人选择了参与 而不是抗拒或报警 这就是犯罪 再说了 吉塞尔本人也说了 他从未同意过这种行为 他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受害者 这些参与者不仅没有任何悔意 还遵守一些家庭规则来进行这种可怕的行为 这难道不比纳粹士兵更可恶吗 他们有选择的余地 但他们选择了邪恶 楚天书 你这样看问题会让人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起事件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罪行 更是一个社会的病态 为什么这些人会选择参与这种行为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在影响他们 我们应该从这些角度去反思问题 例如 为什么在二战结束后 德国会进行去纳粹化的运动 就是因为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我们需要更多的教育和社会改革 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